在网路上发表这些尖山刻薄文字的这些人 他们大部分犯了一种所谓的归因谬误 这个归因谬误就是说我们倾向相信 当别人做了有害的事情的时候 那个人就是坏人 可是当我们自己做了这种有害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用我们是在某种情境之下 做这样的行为 所以我这样的行为是情有可原的 他举了一个例子 他就说当别人在网路上写下这种怀有恨意的内容 我们就会认为这个人他是坏人 贴标签 贴标签 可是当我们自己写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我是受到他的挑衅 所以我必须回击 我不是真的恶毒 他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归因的谬误 然后他又提到一个说 这样的归因谬误会变成一个更大的 这样子的一种效应 也就是他称作终极归因谬误 我们就会认为这个人的谬误会变成一个人的谬误会 我们就会认为这个人的谬误会变成一个人的谬误会